看一下,我們今天的話,我們先跟各位介紹這個OBS OBS的部分呢 這個其實我們在 來,各位我們把這個軟體裝起來了 那這個OBS呢,其實呢 如果你到老師的部落格 你如果在家裡面想要試看看 這個是免費的 那你裝起來之後呢,它會很不死心的告訴你 要不要有這個自動設定 你按火的時候,它會提醒你 下次去哪裡找到它 好,這樣就好了 那麼,現在呢,我們就可以試看看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要比較完整的 因為我現在只能比較單純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比較有興趣的,你可以到老師部落格 在左手邊這裡 左手邊這裡,有沒有 這裡我就有列出 這個軟體所有的 可能你會遇到的問題 有一些外掛層次 老師上課的錄影影片 相關的軟體 你就可以找到 因為其實如果你是要 甚至你要用什麼 行動裝置 比如說你的手機 不管是iPhone或很Zoey iPhone的我記得也有一個 那這個是很Zoey的 你用這個的話 錄影 應該說相機啦 它就直接幫你做屏幕續備 這樣也可以 所以你們不見得一定要用 像我現在用網路攝影機 也不見得一定要用低迷 好像你手機其實都可以 所以這種選擇其實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齁 好,那我現在呢 進來了之後呢 我們去來看一下啦 這個我先找到我們的背景 剛剛有請大家這邊看一下有沒有 這個素材 其實我們學校有沒有 有啦,圖書館 就除了我們生意樓這邊的攝影棚 以外 事實上在圖書館裡面 有設了一間 就是301 叫虛擬攝影棚 這一間跟樓下 各位平常在用的是不一樣的 因為平常你們在用的是比較單純 就是只有綠幕、藍幕 或是你想要的幕 但是那邊是包含了這些設備 好,你現在看到這些設備 包含了這一邊有沒有 你看像那個 導播機啊 這些導播機剪接的 那它有多台的 像這樣子的燈 這個是給老師在入所謂的那個什麼 就是 三顆教材用的 所以你們比較不會用到那裡 那每個學校其實都有 每個學校因為都 鼓勵大家入所的摩克斯 所以都會有這些啦 那設備好壞是其次 重點是有沒有要用比較重要 好,那我這邊呢 剛剛有跟各位看的 其實 我們之前這個 在 遠距的有沒有 YouTuber那一週 第八週 我們就用這個嘛 所以你們看到就把它下載下載 好,假設這個我就丟進來 當背景有沒有 好,所以這樣就好了 剩下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進去嘛 當然 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再順便選一個 PNG的透明圖 我順便找一個講桌啊 對不對 上次我沒有選講桌 是我的錯 所以沒地方做 好,這個 進來 丟進來 有沒有講桌就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在AE 如果有3D的 也可以像這樣做虛擬攝影門 可以 那 接著就換我進去啦 所以這個呢 就是 不能從剛剛那裡啦 因為這是網路攝影機的 我就從這裡 有沒有一個視訊擷取 我就從這邊進來 你們怎麼感覺起來 好像在看 看表演而已 好,你看 我這樣抓到畫面有沒有 其實我前面有兩台攝影機啦 這一台叫做幕後花絮好嗎 這一台在我正前方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現在網紅那麼多了吧 因為隨隨便便都可以當網紅啊 只是看你要紅什麼好嗎 好,那我現在人進來啦 當然 就要把我們的木太張用場 我是不好意思給你看我家裡面的那個樣子 因為好亂 反正會變身就好了 好 這樣子 這樣子 對不對 OK 那麼我現在呢 這個進來了之後 我現在 左下角這邊 這個就是我們的塗層 這裡 場景就是什麼 就好像你要錄什麼節目 有所謂的攝影棚 你要錄A節目 要錄B節目 就到不同的場景 所以你今天上不同課程 當不同型態的網紅 你就準備好你自己的場景 隨時就進去了 這樣叫虛擬攝影棚 那我現在呢 攝影的 是不是在 桌子的前面 所以這裡就像我一般圖層一樣 你就調整圖層順序 有沒有就做到後面去了 對不對 重點是我後面要拿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因為沒辦法 還會照照實裝 所以我就只好把它裁切一下 平常我在這邊調整 這樣是調大小的 對不對 那我這裡我就搭配 鍵盤上的這個ALT ALT ALT 我就可以做裁切的動作 有沒有辦法做到的 遮到的我就把它去掉了 好就把它去掉 那它顏色會不一樣 現在呢我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 A1 沒有算可以做 但是都是所謂的後製 我們藍幕綠幕 就是為了方便我們做什麼 做去背嘛 OPS可以像真正的攝影棚一樣 做即時的這個去背 所以我在這邊上面按右鍵 有個叫濾鏡 這個其實跟我們一般在做那個 剪接影片或者是A1都一樣 那也是要濾鏡 只是進來的時候呢 我針對這個叫色度鍵 顏色的 顏色的 好確定 各位 這樣就好啦 這樣下次就這樣上課可以嗎 我們以後都這樣上課 好累耶 你都沒有把你們家的曬衣架帶來 對不對 等一下曬衣架會到你家 好不好 OK 那這個地方呢 你要做調整 什麼叫做調整 因為它是即時的 哎呀這樣好了啦 反正這個末花絮你已經看到了 好先收小一點 叫這位廖老師坐旁邊一點 坐過來一點 這樣你看比較方便 好嗎 好 那你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需要用到藍幕跟綠幕 它預設進來有沒有是綠幕 你也可以選擇藍幕 但是我說我現在用藍色的 我的衣服就會怎麼樣 你看 你看 看看我們家馬上變身了有沒有 穿黑的 為什麼穿黑的 因為後面背景是黑的 呵呵呵 這樣了解 好所以說這個 我就換成綠色的 那藍幕跟綠幕是主要是做拍人用的 拍人的部分 你如果拍東西 那各位平常都有做過那個 就是攝影的動作 你應該就知道 可能不同東西 也許適應的方 那個適合的背景不一樣 那人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藍色跟什麼 螢光藍螢光綠 你身上是比較沒有這兩種顏色的 所以說你在做所謂的這個 去背的時候 你用這兩種顏色會比較好 那現在比較大部分 新的 大多都用綠色 不過也不一定 因為還是要看你拍的 這個場景 還有裡面的這些服裝 那麼我們在拍的時候呢 你看我這邊現在去了 我把這個現在變成綠色的 然後呢相似度拉高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 有沒有做即時的去背 對不對 可是我的旁邊 有沒有注意到 還有一點點綠綠的 好 還有一點綠綠的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微調 那一般來講 這個部分呢 因為它是即時的 好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叫相似性 我們主要大概就調這三個 就是相似性 平滑度 跟所謂的這個叫建設溢出 這一個 有沒有 建設溢出 那調整的時候呢 是由上而下調 也就是說 相似性是最主要的 我相似性調回來之後 這個綠幕就回來了 對不對 好 那再來呢就是 這個 我先調這一塊 這是主要的 那旁邊還有點綠綠的 平滑度就是調那個邊緣 調那個邊緣 因為OBS是一個免費的軟體 所以其實使用的人也蠻多的 因為大部分大家不想花錢嘛 當然你花錢也有比較好的啦 可是呢你看 如果做太多是人就不見了 人就做太多又不見了 那你做太少你的綠幕又會出來 所以你就是在這邊去做一下調整 去看一下 好那最後呢 這個就是什麼 建設溢出就是我們的彩度 越往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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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應該知道 所以如果你想演末句的 你用這樣演就好了 越往左邊 就是會越接近原來的彩度 所以他主要調就是調這個而已 就調這個而已 那這樣子 好了 你就可以準備動作啦 不過要注意一下 在電視台 用的是硬體 我們現在是用軟體 所以 噔噔噔噔噔噔噔 各位知道什麼事情了 這樣子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殘影 有齁 所以下次動作不要太快好嗎 太快的話會看到 那個 他來不及區別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像這樣子 是不是就可以很容易做的 那 OBS呢 他就可以很輕鬆的 就可以提供這個 叫做 錄製跟串流 串流就是你想不開的 按下去就直播啦 這個 他也可以單純錄影 也可以 好 那如果說呢 你覺得這樣還不夠的 我們再可以 在這邊 還有藍綠幕的影片 老師有準備幾個 好 那像這兩位學姐 比較抱歉一點 自從他們上過一次以後 就要永遠上下去 好 好 那比如說 像這有煙對不對 今天冷冷的 不要用瀑布 好 我們就把這個拿下來 其實沒有 你沒有用所謂的 藍綠幕 你先事先 在藍綠幕前面拍好 拿進來裡面也是可以喔 這樣知道嗎 像這個有沒有綠幕 對不對 網路上你可以找到 有一些人他們有幫忙做這些 那 這裡呢 我就大小先調好 一樣的方式 不過呢 OBS本身 OBS本身 如果你是影片 他預設 只播一次就結束了 所以我會在這個地方 循環把它勾起來 這樣他的影片 才會不斷的循環做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 這個是比較特殊一點 那一樣的方法 我把濾鏡套用進去 跟我們去背 不管是圖片 還是那個 網路攝影機的畫面都一樣 你看 我把它變成綠色 去掉 有沒有綠色就比較不見了 那如果說你要純白色的 很簡單 剛才記不記得有個叫 建設溢出 對不對 我把它拉到最後邊 因為現在去掉 但是有點綠綠的 拉到最後邊 有沒有覺得煙比較白了 透明度如果 你覺得不要那麼多 你也可以稍微降低一點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感覺 因為我是有把它放大 所以說你會覺得那個 霧氣本身會比較怎樣 有點解析度是稍微變差一點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了解 所以如果呢 沒有問題 我現在錄下去 誒我們課程就進行了 所以上次 第八週的時候 我在家就是這樣上課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只是把虛擬色本搬回我家 現在搬來這裡這樣而已 那這些東西呢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使用 當然後面 如果你要做什麼 如果你想要做 比如說 今天天氣會變冷了 對不對 氣象 你要做氣象主播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搭配我們的 這個課程 電腦畫面 也是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感受一下可以嗎 咳咳咳咳 煙蠻大的啊 自己要 哈哈 你怎麼 一定要在現場 放嗎 這樣會沒辦法上課呢 對不對 所以自己 自己準備一下就好了 好嗎 所以現在拍片也是像這樣子 比較大的 比較危險的 特效座嘛 對不對 這樣才不會危險 不能像成龍那樣子 全部都自己來 哈哈 你沒有九條命 他有九條命 好 OK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來 有沒有同學體驗一下